家中有六歲以下 孩童要特別注意 機關署二十七號公布新政策 未來父母沒有準時帶孩子 接種常規疫苗 將被釋為疑似疏於照顧 或可能間接虐待 如果收到預期未接種疫苗通知單 一個月內沒有補打 地方衛生局將依兒哨法 通報社政單位 由社工介入訪室 下週將開始寄出十二萬張通知書 加上國內常病毒疫情仍然處於流行期 去年美國發生大規模 常病毒第六八疫情 部分病例出現嚴重呼吸道症狀 以及肢體麻痺 不過目前國內七例個案 症狀明顯輕微 病患年齡介於一到二十二歲 症狀多以發燒流鼻水 但還是要小心面對 不過我們亞洲的國家 像日本 像對岸 還有我們這邊檢出的EVD 六十八型別的個案 主要分都是輕症 或者就是剛剛提到 像氣喘的小朋友 可能會併發一些呼吸 困難的症狀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一個流行的情形 並沒有跟美國一樣 不過還是要謹慎 近幾週國內流行病毒株 為克沙奇A型 常病毒第六八 和其他常病毒一樣 是透過糞口飛沫 以及接觸方式傳染 因此無論在家或公共場所 都要落實良好個人衛生習慣 正確勤吸收避免病菌感染 記者醒悟大陸台北市採訪報導 我們希望將其中央